北投出遊之日 冷到必不穿毛衣的天氣 適合泡湯 半哭半笑樓失潮 軟翁說不思八九 不會用毛筆 那就畫個溫泉吧 想在社群媒體上發布美照 啊 風才不理你呢 滔滔瀑布響 古老的榻榻米傳來歷史的氣味 原來是美的味道啊 秋風 喝茶看風景 好像很優雅 其實腦袋裡什麼都沒在想 嗯 冰棒這隻好吃 下次再來北投吧 看柴犬的屁屁 陪伴北投的新豬排豬